李季兒就是穿上中心特攻最後的一場比賽 李學齡也相遇復出 我想很多球迷也在激戰 球迷們久等了 特攻隊長回來了 上禮拜跟著球隊有一些對抗的練習 重量訓練整體感覺是比之前還好更多 只是因為腳這已經算是勞損傷了 發炎積水是一定會有的 這個水量不少 嘗試了在這邊 嗯 那比較超對不對 嗯 你不是說比較超啊 那是說比較接近 要回到比賽前的一些準備吧 每個禮拜就回來看 那水量如果越來越少的話 當然回到場上 你就會在比賽的時候 那個感覺應該會變成 比如說不會打一場之後 你可能要休一休 對 一年半多沒有比賽了 那對我回歸到場上其實滿煎熬的說實在的 對 因為畢竟年輕到了 就是可能恢復沒有年輕來得這麼快 那加上長期的累積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拼佔中華隊啊 然後到一些國際賽啊 累積下來一定會有一些傷病 一些傷痛在 恢復訓練可能要經歷過一個 非常痛苦的一個過程 打球達到這個層級了 那這些其實要透過平時的訓練 要維持到現在這個強度 其實是滿不容易的 你換球衣咧 對啊 好看吧 今天這個 真的很好看耶 起單板 今天有工作嗎 真的沒有 對 對 沒有 本來是想 埋伏筆 大拉拉 來耶 OK OK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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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這那三連戰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一場球 那這幾場我都是把主要我的工作 運作放在防守上面 球隊兩個最好防守球員 秉勝跟家豪 我自己個人看法啦 他們兩個不在的時候 能夠在場上 頂替他們位置 不一定可以百分之百 取代他們 但是可以 就是 盡力 做到最好這樣 我是真的放了滿多那個 力量跟情緒在比賽上面 然後我還在抓那個 大概給我的那個平均的時間 然後我要怎麼 就在球場上做出貢獻 或許 我們可以拿到更多機會 然後讓 以前 沒有讓我打到那麼多球的教練 看一下 板凳上其實有 很好的球員 在下面這樣 我記得是平常說 你對賽的太辛苦了 他又是我 算是直屬的學長 高師大學 高師大學 對隊員 你很好 雖然他說是那種 跟你講屁話 跟你開玩笑 但是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告訴你 就是比較輕鬆的方式 告訴你 你該做什麼 該做什麼 我忘記是誰說老將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可以說 是為老將 如果要以這個團隊 來比的話 我是為老將 你要比台北英雄的話 我這個歲數也不算老將 有點是 辛苦 輔導長 就也覺得說 我懂他們的那種感覺啦 我不一定能在廠商 給他們太多 東西 但是我在私底下的時候 其實會給 能給的我都會給 從大哥的角度來看 介紹 應該算是中生代啦 還不能算老將對不對 對 如果他打法像老將的話 那他就厲害了 對 那就完全是厲害了 這個歲數應該 這個歲數應該算是老將的 沒有錯啦 但是 你接受就對了 不管有沒有接受 其實不會影響到 我打球的心態 教練團他不會去擔心我訓練的東西 因為他知道我很要求我自己的 基礎的體能打得好 基礎訓練打得好 所以很快的可以融入 就是教練所要的東西 然後融入這些年級球員 比賽的強度 從 一開始進來 他都是最少來球場 都是他的習慣這樣 他那時候有跟我分享說 他在 剛進去 進去CB的時候 然後 他在北京 他說 每次他都最早來 然後那個球員都笑他說 因為是要來幹嘛的 結果後來 這件事就應證 三年後他們拿冠軍 對啊 然後他拿了冠軍賽 MVP這樣 我覺得有點像子仁的精神 就是他 狗狗就是在這場上 然後他就很像是在 我覺得他有點像他兵戈這樣 軍人就是在上去 他就是 要求到做到那些東西這樣 那工作人員求 大家就是 support他這樣子 那關鍵的時候 你可能來一顆兩顆 這就是你老將的價值所在 那這一兩顆其實所在 看似很簡單 練了可能幾萬球幾千球 在這種的情境之下 你才能投出那個球 說實在的 這一方面其實我平時 在做訓練的時候 我就是一直在灌輸我自己 這種觀念 三月初 薛琳哥回診之後 檢查之後 然後我們跟教練堂討論之後 這禮拜對高雄海神的比賽 有可能讓全靈哥上去適應一下比賽的強度 那時間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五到八分鐘 然後還是以教練堂調度安排為主 當然還是會擔心啊 但是畢竟選手還是要有舞台嘛 所以也是蠻期待 就是上場之後可以有什麼表現 就是我小時候爸都會帶我去球場 然後從他們練球 然後到育龍308 沒有想過可以當隊友 就是真的沒有想過可以當隊友 也非常期待 然後也為他開心 在台灣我沒看過學林哥打球 只有在國際賽電視看 學林哥打球 對 所以 沒有其實到處就是大家 其實我很年輕啊 沒有 沒有啦 就是其實蠻期待 因為學林哥就是黃金世代的主扣嘛 那 對 真的還蠻期待 因為他真的很認真 平常練球的時候 都提早快兩個小時來訓練 那他真的很想要趕快回來球網上 然後幫助我們球隊 所以說你現在決定不是輔助的角色了 你是要跟他們進去 我一直都不是輔助的角色好嗎 你一直都不是 我一直都不是啊 對對 因為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後衛線上的戰力很強 那每一個球員都有他自己的風格 跟他自己的特色 激勵他們也是 就是要有危機意識 要有危機感 當然 當然 那在這一方面 其實良性的競爭 可以促進就是隊友的提升 甚至對手的提升 整個大環境的提升 我覺得這對台灣的籃球是好事情 我們是職業球隊 大家拿了職業球隊的待遇 也要開始習慣職業球隊 球團運 市場運作的方式 我覺得每個環節 它都是 這個產業的其中一個部分 只是我沒有想到 這件事情來得這麼快 我很光榮 也很開心的是 我們家的小孩 打得很好 人家很想像 那我們總是有很多的機會 再把我們的整個團隊的組合也好 力量也好 做得更大 大家如果是好朋友 我們永遠在哪裡都會碰在一起 好 好 對我來講是好事 因為 可能球隊來了很多後衛 球隊的位置會變得很急 然後 上場時間可能會變少 這樣 但 那是那個方向來想 但是我另外一個方向想說 我打成這樣 我幫助球隊拼成這樣 為什麼 蠻重感情的 要跟大家感情這麼好 不要這樣 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 我會忍不住 我本來到職業隊之後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知道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 我一開始不太想跟大家走心 可是就是相處久了 就是覺得大家都是好的 所以就還是不小心走心了 結果結果剛才看到 傑兒的時候 有看到傑兒也有犯了 好 但我真的是 繃不住啊 我就不敢不敢看傑兒的臉 我覺得他一方面可以 除了難過以外 他可以感到清新 就是說 就是我是被需要的 那 我是 somebody I wanted me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 對 很棒 No matter Where we are Like There's only one moon above us 在同一個月亮之下 去做 為自己做的打拼 那 如果他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就注意 為他感到驕傲 那樣子 很愛我 很愛我 他們就是真的都很愛你啦 對啊 我感覺得出來啊 我感覺得出來 大家都蠻體悟 突然之間 海神這場比賽 變成是畢業旅行 對 算畢業旅行嗎 應該還就是上去這下 就是 最後一次上場的那種感覺 如何 出戰啊 第一戰 感覺蠻好的 感覺蠻好的 對啊 也不是興奮啦 就是 心情蠻平穩的 準備得這麼久 今天狀況對我來說會比較 比較特別一點 也可能 就像我講的可能 這是我當職業球員 跟他 同一隊 可能是 這是第一次啊 也有可能是最後一次的 所以我蠻 就是珍惜這一次 跟他一起打 打比賽的 最後一場球 對 所以 我會說今天這一場 對我來說 就是心情會比較 坦克一些 但是還是要完成比賽 因為畢竟職業球員就是這樣子 所以還是要去完成 收拾好心情 打好比賽 有始有終 可以看到 雪姨哥 雪姨卸下來了 雪姨卸下來了 雪姨哥 雪姨哥 我快上球面了嗎 對 對 對 那今天這場比賽 有非常多的一個看點 當然就是 呂稷兒 這是船場中心特工 最後的一場比賽 我想很多球員也在期待 加上李學玲也商譽付出 No.6 後衛李學玲 No.72 後衛呂稷兒 今天是截止日 最後一次 穿上了師妹 中心特工的球衣的 最後一場比賽 特別讓他先發 然後讓他來接受 全場球迷的歡呼 好球 大家給他來掌聲 好球 好球 重新特工 也換上六號李學玲 從前年吧 我將近一年半沒有比賽了 今天第一次上場 對我來說其實 意義比較中打 然後第一場就是對到 這麼強勁的對手 那我會覺得他很有趣 那我會覺得他很有趣 但我覺得他過場 其實說實在是非 比較讓我感受比較深的 今天我們很開心的 看到了學玲哥 終於就會回到場上 然後跟著大家一起打 但是今天 其實同時 就是自己人就是 最後一次踢上 中心特工的 讚 我常常也跟他講說 你看 你自己翻開自己 以前的紀錄 再育樓三分鐘 再達星五分鐘 但是你現在 到了中心有二十幾分鐘 這個上場時間 而且表現非常好 其實也鼓勵其他的 隊友們 你自己積極認真 你就 不管任何地方 你去到那個亂 你都有你的舞台 看 看 看 你好 好棒喔 好棒喔 講不下去 反正就是很開心 然後大家感到很好 然後很喜歡這個家裡 然後 不管 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都還是要 一起努力 然後 拿到你們想要的冠軍 當然我也會為星球一起 然後 對大家一起在 自己的道路上 真的成功 大家加油 請問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 跟那些人 分別的 回音 什麼時候 我們